《殿堂級填詞人》潘偉元 曾經創作出多首經典作品 例如《祝福》、《一身賀球》、《寂寞夜晚》等 為了紀念潘老師入行45周年 明年1月將會舉行 潘老師的作品展演唱會 由第一季中年好聲音九位唱將 演繹潘老師的經典作品 這日潘老師亂同九位歌手 陶家瑤、爆姓光、何博文、李嘉琳、柳棉 羅金榮、歐俊傑及馮志豪出席記招宣傳 他們更公開演繹潘老師 和九位唱將合力創作的新歌舞台 感覺相當易脫 這次的歌一定是重新演繹的 因為是由九位歌手分別唱出來的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風格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給到 這些經典歌曲新的味道 潘老師很多首歌我都很喜歡 這次我會唱《似夢迷離》 當時阿Nam唱是很帥氣的 我喜歡《一身賀球》 剛好我都是重頭的歌 我都是唱一身賀球的 喜歡《煙雨淒迷》 因為那份淒味的感覺 相當之感動 潘老師雖然比較文質奔奔 但是他都創作過不少歌詞 好像張學友的《惡狼傳說》 就是代表作之一 馮志豪會在演唱會上 負責演繹這首歌 他都說經意密密加操 如果這個演唱會 我接下來會做健身健康 還有我會有些不同的舞步 還有其實在我們演唱會裡面 除了我們每人會獨唱 潘老師的名作之外 我們亦都有一部分 是一個快歌的舞蹈